紫羅蘭,原名黃紫羅,直冠廣東省潘如苑, 小時候已經被她老母馬仲英推出, 在省城,香港表演歌舞,甚至死落石叻酒樸登台。 紫羅蘭在小女仲踩銀幕廚女座墨片銀漢雙星, 踩上海天一公司影畫戲歌《長春色勝明》, 中華民國十六年六月三十日星期四後, 早在香港坐船落倩樓,為省城南武中學頭武建校經費。 中華民國十七年至十八年在南洋酒浮獻記,去過仰光, 在黃紹昆家中, 下午三時半, 下午三時半, 寄貴州省秦岸史郎建彰和小子童啟昌放婚, 人生兩足是廣東省順德院人, 省城耶數教姓岩大學畢業。 陳蓮伯當他們正婚人,在九龍半島酒店六樓行婚禮,生了三條花骨龍,不過在中華民國二十九年報紙登了。 紫羅蘭離婚啟事,紫羅蘭與龍啟昌為正式解除夫婦義務起見, 特於民國二十九年六月二十一日,現請留英語及成文兩大律師辦理兼證明一切離婚手續。 由民國二十九年六月二十一日起正式解除婚約,雙方脫離夫婦關係,特此登報鄭重聲明。 之後紫羅蘭搬去一堂三層洋房住,每層有一個大客廳,一間睡房和一間細書房。 紫羅蘭住在地下那層,二樓有鋼琴和流星姬,紫羅蘭在處自彈自唱練習唱歌。 三樓是請了一個女家庭教師來看著,被她那三條花骨龍住。 紫羅蘭每朝七點半起床,和三個斗雞進入早餐,然後三個斗雞進入三樓讀書。 下午那時紫羅蘭要睡一小時睡覺,之後喜歡看書,和三個斗雞講故事,或者死去二樓自彈自唱。 紫羅蘭和曠山兆組成紫羅蘭歌舞劇團,在中華民國二十九年九月十九日星期四, 起在九龍深水埗北河戲院,聯同曠山少拉張活游演大戲西絲、風流鎮、職女、風球王、琵琶行和黃昭君。 中華民國二十九年九月三十日星期四, 和十四位紫羅蘭歌舞劇團成員, 諾田諾、曼谷耀華麗路和新君爺街交界, 男性戲院演大戲。 中華民國三十一年十月組織的紫羅蘭劇團, 和黃中王、梁學玲、譚玉珍、周杰雲、 潘月樓在省城四鄉和香港酒浮演大戲。 和平後紫羅蘭做了香港王族中親會顧問。 紫羅蘭在中華民國五十六年一月二十四日星期二, 下午五點八個字, 乘搭乘美航空由香港飛去舊金山直風遊世界, 打算玩紐約、波士頓、伊佛、羅省、芝加哥、菲士尼、加拿大, 亦會為慈善社團二演登台籌款。 和平後紫羅蘭劇團。 和平後紫羅蘭劇團。